在運動 財富指揮官 財富展平板 而且台北股市 今天雖然指數沒有動 我先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未來的指數 有可能持續來做盤整 雖然指數沒有動 但是各位注意到 今天很多AI概念股也好 或是這些所謂的重型的 大家跟這個電子有關係的股票 先行來做一個上漲 我先告訴大家一件事 沒有錯 AI大家覺得很熱 那麼請問各位第一件事情 半天專金條 通通都是AI的時候 今天到底要不要追 或者說這麼講一句話 滿天都是AI的股票的狀況之下 你到底能夠抓到幾條 所以我說今天的節目 有的時候真的會覺得比較難做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假如很實在的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到 有些股票真的是滿高的 真的買不下手 你會說老師你不夠厲害 人家今天還在買廣達 人家今天還在買技嘉 人家今天還在買金像店 還在買PCB 還在買什麼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今天收完盤 每個人要講什麼股票 漲停板都很簡單 你那個AI的族群這麼大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我只做一個偽創家族就好了 你怎麼可能你有那麼多錢 你怎麼可能有那麼多錢 什麼AI你通通買 我說你盯好一個偽字背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記 你盯好一個偽字背的就好了 對不對 那我們做到了這樣就夠了 我需要把那些什麼AI的小貓 小貓小狗通通把它叫出來 頂多我會跟你講過2382的廣達 沒錯吧 我說你喜歡的話 再給廣達家族做一做就好了 所以事實上來說的話 這波的資金行情在AI 很好做 但是重點在什麼地方 重點在第一個 你賺到幾支 第二個我還是這麼跟各位講 各位注意喔 我等一下要跟你介紹這檔股票 堅持底部進場喔 堅持底部進場喔 因為你一旦堅持底部進場的話 來 我們講的最白一點 圍影四支停門就好了 不要太多 四支就夠了 雖然我們賣掉之後它還在漲 沒關係 賣掉之後還在漲是祝福別人的 你各位看到沒有 同樣的偽創三支就夠了 底部進場三支 雖然賣掉之後還在漲沒關係 送給別人也無妨 那麼基本上來講漲漲漲漲 注意喔 今天要跟你介紹這檔 我說實話 禮拜六禮拜天啊 還要再找AI概念股 真的大家每個人都叫你去買偽創 每個人都叫你去買廣達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他們都已經是百元以上 甚至都已經漲了三倍的股票了 那個時候我自己給自己出了一個考題 我如果不要像他們一樣 反正只要來了就用力追喔 那我能給各位什麼股票 甚至這就是你今天看我節目最重要的目的 結果我找到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機會 各位看一下廣運 我本來想把它遮起來算了 沒關係給各位看 因為廣運就不是我們的 說實話廣運能夠漲這麼多 我也沒有想到 他只是提出一個什麼 提出跟工研院合作有關 所謂的水冷室方面的一個散熱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就大漲上去了 各位沒有發覺這檔股票跟廣運啊 在兩個月之前廣運沒有大漲的時候 價錢是一樣的啊 它還是個台積電供應鏈耶 重點是在這裡幹嘛 我說今天第二個原則要講了 我重點第二個原則要堅持在底部才要進去買 因為我只要買底部這樣子至少能夠安全 我們做股票不能在電視上每次追的時候 漲上去就是我們的 追的時候跌下來就沒有啦 我想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是要特別跟各位說的 所以為什麼我的節目你最能夠看 因為我一直堅持要買進底部 一定要找到它還沒起漲 沒起漲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你買進去沒漲也不會賠啊 但是你看它漲了329% 難道它不能漲一點點嗎 再來做一點冷的比較各位看到沒有 我每次最喜歡做這個比較學 那麼廣運去年賺1.91元 它賺2.63元 它已經大漲了329% 它一毛它都還沒開始漲啊 它是做自動化散熱 因為它現在 注意喔 它的自動化散熱是提出了六個方案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賣出其中的那一台喔 我們直接講還沒有賣出去喔 只是大家覺得它是AI 就可以漲到這麼多了 就可以漲到這麼多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它又是台積電的設備廠商 今天散熱會今天會這樣突然的大漲 跟台積電的法說會特別告訴你說 接下來台積電因為用了灰達的晶片 所以它的機器要很能夠散熱 大家只講 聽到這兩個字抓起來 開始揹下去了 開始跟它拼下去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各位啊 像這檔股票 才真正是台積電的供應鏈 堅持底部進場 這是我今天一直跟各位講的第二個基本原則 第三個基本原則就是跟各位說 請大家留意一下下 這個AI你一定要稍微考慮一下下 為什麼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你就記得偽創 記得微影 記得見準 記得微軟 這些差不多就已經夠了 這前前後後加起來 端午節到現在也加了十幾支停板 不用賣到最高 只要堅持底部進場 你也有十幾支停板可以做 這是不是標準的 這是AI吧 這也是AI吧 這個也是AI吧 這個也是AI吧 這個不算好了好不好 這樣加起來有沒有超過十支停板 我就光這一張就好 另外一張就不用找了 奇怪跑去哪裡了 而且各位 我們做股票 一定會待進待出 這個是最基本的理由 你說老師 不會勒 今天看起來好像很多AI還在漲停板 有一次你就會中了 知道沒有 中那個一次 你就會覺得說 這次的努力全白費 中了一次你努力就全白費 各位知道嗎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AI不是給你來賭的 真的AI它一定有憑有據 真的AI一定是什麼 要不就是鴻海家 不不不 要不就是各位所看到的 鴻海是被超越 就是廣達家族 要不就是偽創家族 要不就是台積電家族 你跟著我這樣做就對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要做AI基本上來說的話 這一次的機會很多 但是千萬不能選錯 選對的時候 各位來看一下 2388的威盛 從這裡開始切進去之後 上來 各位看到沒有 到今天限制交易還漲三天 沒關係 我們做到這邊好不好 很合理吧 很合理吧 威盛做什麼的 做AI方面有關自動車的佈局 所以你要做AI 我們是不是認真做就好了 而且法人在買的時候 你進場是不是覺得很安全 而且在威盛之後 我們還做了4953的微軟 坐到這裡 應該是坐到這裡就好了 各位看到沒有 坐到這裡 後面這裡 我說實話一點 那麼大家都開始拼了 都有點過熱了 但是這一檔微軟 還是我真的找給大家的 注意喔 微軟我們很可能隨時隨地 都還會把它找回來 似乎我那天說了一個 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那個重要的條件 我今天不說了 可能被人家聽到了 我最近常常發覺 我要跟我會員朋友說 那麼常常發覺 我們在節目上所講的利多 或者我們在YT裡面 講的利多 這個市場上面 好像有一些人聽到了 說實話他錢滿多的 啪啦啪啦就給你鎖上去 有沒有 啪啦啪啦給你鎖上去 不不不不 330 這個這個這個 來這個 啪啪啪給你鎖上去 我就說奇怪了 我們只好在這次 這次就賣掉 一看怎麼衝進來 一大堆人 市場現在真的是有一點混亂 所以我還是告訴大家一件事 還是由我們這種導遊 比較好一點點 市場真的有一點混亂 超過這裡以上 是不是說真的你一定要做 我真的必須要稍微考慮一下下 因為你必須要注意到說 外資到現在為止 其實很多股票 甚至投信到現在為止 很多股票要占賣方 我至少要跟著投信做 你說老師我跟著融資做 我們融資都在創新高 我跟他拚了 好啦你厲害好不好 我只能這麼說 你厲害你勇敢 那我至少要跟著投信做 我至少要跟著投信做 這樣子我才能夠保障我會員朋友 對吧 投信下車我也得下車嘛 對不對 基本上這是我們應該給你的答案吧 那請問一下投信下車了 外資也下車了 股價還在漲 可不可以買 我先告訴你一句話 你的老師說可以對不對 你說老師你真笨耶 你才1570就賣掉了 你看我們才不管他投 我們只要 不管他就直接給他追上去 投信下車也不要管他 我告訴你一句話 通常這樣的一個錢來得快 但是你要記得你要走得快 不然的話 你說叫我跟著融資做 我做一個分析師 我跟不下手 我這樣講可不可以 我做一個分析師我一定是跟法人 你說叫做一個分析師 叫我去跟那個融資大主力 哪一天就突然之間碰了給你下來 是不是 哪一天就這樣子來一下 那天是哪一支股票 我差點忘記了 對不對 好像是哪一支 反正也是這樣 就給你開下來 對了那個3289宜特對不對 今天沒怎樣 這天怎麼開下來的 我們一定要跟著投信 120就不要了 你120如果你還要的話 結果最後到135就下來 請問這支股票 我真的不好意思講說 你如果剛好有儀特 然後今天再去追廣達 今天再去追偽創 你覺得這樣子的操作是好的嗎 當然上來講的時候 會聽起來好像好厲害喔 我都不怕 股票要報勞 不要被甩掉 不要被甩掉 有的時候甩掉是好的 那天甩掉就沒有回來好不好 可不可以 好啊 很開心啊 對不對 那天甩掉就沒有回來好不好 很開心啊 這不就是你們自己所講的AI 我說AI這麼大 你去找那個大一點的股票好不好 OK 好啦 你看我們才有其他的股票 還是一樣可以獲勝啦 還是有其他股票 一樣可以獲勝啦 各位看到沒有 這樣也是240塊啦 是不是一樣是底部 我一定要買底部啊 不買底部怎麼做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你現在不要管它是什麼題材了 重點是你要買拉回 你一定要買底部 這才是你要操作的一個基本原則啊 不是在那邊 今天大家AI化送就有化送 從這裡開始做 兩三隻四隻上去啊 你看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啊 來看這裡啊 如果沒有帶你出的話 你說老師啊 這個有的時候帶出之後你看還在漲 帶出之後還在漲 蛤 帶出之後還在漲 對對對 帶出之後還在漲 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啊 帶出之後下跌了咧 帶出之後下跌了咧 跌回起漲點咧 不好意思講耶 當初華晶也是喊AI啊 啪啪啪啪啪啪五隻耶 我們每個會員都賺到咧 Oh my god Oh my god 不是一樣喊AI 你不賣出去它就全回來了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 有的時候它到後面 還有一些後進 而這些後進呢 基本上我們只能看 未必能夠一定賺得到 但是有一種情況之下 你一定有辦法就是埋在底部 就是埋在像這種廣運 三十幾塊的起漲點 這一檔股票也是三十幾塊啊 兩個禮拜以前 不是兩個月以前 兩個月以前 大家沒有在講什麼AI的時候 他一樣跟廣運跟他一樣錢 大家一喊AI結果呢 去年廣運賺1.91 他賺2.63 他賺得比廣運還多啊 只是說實話一點 台積電比較點而已 台積電沒有那麼 每天在那邊跟人家說 我們家也是AI 我也是AI 所以台積電股價沒有那麼好啊 但是台積電設備是不是AI 當然是AI 歡迎各位 想要進這檔最低檔 你要跟我做AI也可以 你要跟我做其他族群 第二族群 第三族群也可以 但是我一定是堅持底部進場 這才是操作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則 願意跟上我們這檔 廣運第二的掌停 掌停再掌停 我們等你的話 想了解最新台穀走勢 古師名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 鼓動乾坤 RSI九大要領 急迫指標盲點 太弱換牆 讓您改變散戶的命運 運達投顧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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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不要得腸病毒 玩具面消毒 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喔 我不要得腸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換衣服才能抱我 有人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 老實說 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第一首 上衛生肠病毒 遠離我喔 今天最精彩的是 除了我們所提到的黃仁勳以外 或者提到蘇之鋒以外 還有華碩也跑出來 也是告訴你說 你看喔 我AI伺服器訂單滿到了明年 聽起來是非常熱情的 所以各位看到今天華碩呢 也直接攻上了一個掌停板的位置 但是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鷹葉達 那麼鷹葉達現在 因為他的確也是AI的伺服器 所以當時我跟各位講說 鷹葉達應該算是標準型的 OK那還可以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還是AI伺服器 伺服器還佔他百分之六十五 那麼神達就更為少一點點 那麼假如說各位看到沒有 這真的都是很規矩 假如說各位看到鷹葉達 本身現在在做這個 所謂的AI伺服器 只佔他這個伺服器 約了百分之三 就我們所看到的報道裡面 那你說股價已經漲到這邊了 那甚至二三五七的華碩 他說接了一大堆伺服器 那我不好意思講說 你接一大堆伺服器以外 還應該還有很多的筆電吧 所以呢大家一聽到說有AI 有伺服器 哇就趕快讓他掌停板 我必須要這麼說一件事情 就這樣的一個方式而言 那各位有沒有發覺 雖然當我們看到華碩在掌停板 但是這個時候能不能買鴻基 哎呦 看起來好像怪怪的 有沒有對啊 看到沒有 不管是投信也好 外資我們看一下外資好了 投信啊 他們投信呢 其實根本從頭到尾呢 鴻基就讓他在那邊沉著 能不能買人寶 這個部分 你看他只反彈這一點點 這時候已經有華碩出來幫忙了 這已經出來華碩喊說 哎呦這個股票啊 因為華碩漲上來大家會覺得說 華碩都能漲了 鴻基應該能漲啊 人寶應該能漲啊 對不起 我們還是跟各位講說 這一次啊 每一檔股票命運差很多啦 那先不要管那麼多嘛 至少投信買到這裡嘛 至少投信還買到這裡嘛 對不對 每一檔股票相差很多啦 先不要管後面是融資啊 現在你看 投信到現在還在撐著啊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必須要這麼說 你還是要考慮到法人的成分 有多少的時候 你比較能夠避免像這個情況啦 注意喔 做股票的話第一個 你完全沒有法人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我真的不敢做啦 當然有一支是落高的 我直接告訴你 這支完全沒法人 我直接告訴你了 然後你看一下 Shift insert Shift insert Shift insert OK來 這支完全找不到法人 結果沒有想到 還只有融資在創新高 結果呢 噼哩啪啪的還是上去 但是這支上去就上去 我們就當中沒看到耶 沒關係啦 因為總有一兩檔 噢那個融資真的是超過力的 但是基本上來說的話 你還是要朝著法人有買的方向走 不要朝 法人通通沒有的時候 一不小心 第一檔滾下就來了 你說老師你今天不太敢上去啊 我說 老師說一件事啊 如果按照我的標準 今天只有廣達能買 你覺得可以嗎 我問我會員朋友 我會員朋友說 老師我們今天要不要買 我說按照我的標準 只有廣達還可以買 還有法人繼續買 剩下的都是融資創新高 融資創新高 每個都是融資創新高的 每個都是融資創新高的 你覺得我敢不敢 我說真的就是 我還真的不太敢 你各位看一下像這個融資啊 買了半天沒有買動 買不動了 當時人家有說 訊星啊 這個應該也有未來AI的一個情況啊 然後融資這麼高啊 各位看一下645億訊星 你中這一槍 你前面那兩座就白做了啊 你就變做白宮了嘛 所以一樣的道理 這裡也是一模一樣啊 你中這一槍你就等於做白宮啊 所以股價市場裡面 還是要去看那個理由啊 還是要去看那個理由啊 理由太薄弱的啊 基本上你還是要小心啊 所以我很直接的講一件事情 明天的話會各個題材都開始輪動喔 所以你還是回到這句話很重要 明天的時候 你還是要回到這句話很重要 什麼時候是所謂的 山頂上完有誰能贏 底部進場不贏 你不要覺得說 今天尾盤拉上去我贏了 那萬一明天一大早就衝下來 那你怎麼辦 我們現在還沒有時間看到籌碼 如果看到的是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當沖大戶 我都不方便講是誰 是哪家證券啊 都是那個標準的證券大戶的時候 你今天晚上怎麼睡 第二個 底部進場不贏也難啦 那底部進場一定是投資啊 符合基本面 本益比市佔跟營收等等的基本原則 你剛才看到了 我們剛才最後回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檔股票跟這檔股票 跟這檔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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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各位看到 鷹葉達市占比較高 神達市占低爾 那銅基到底有什麼關係 倫薄到底有什麼關係 你看這股價相差又相差一大截 還有千強富貴的 我汽車也是靠你修 我AI也靠你修 奇怪有很多老師的分析 我都覺得很奇怪 什麼東西他都能夠做 我想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你就要特別小心 然後底部進場 你千萬不要追高 底部進場不要轉折 轉折的時候再進場 要轉折的地方才能進去 我舉一檔最離譜的 你看這是不是轉折進去 高檔這麼多天給你賣 破線你要賣吧 就算你不是我的會員朋友 如果你看到的時候 破線你應該賣了 從這裡到這裡上台的話 也有25到40塊 是不是一樣底部進場 低進出去啊 不能追高 不要說長得四字停買 我不追不可以 我告訴你不是這樣做的 法人買散戶賣 不要等到後來幾天的時候 我就說你看 偉創叫你今天不要進去 我在等你還要跑進去 你看廣達叫你今天不要進去 你看我在等你跑進去 因為他們現在的確 有一點點這個成分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只有融資買 我還是必須要跟各位提到說 純粹的融資盤呢 你每天都要多小心一點點 那同樣的這個是壓價買進嘛 你看很多股票壓下來之後 最後都突然衝上去啊 壓小買大 各位看827的這個巨友好了 巨友我們曾經從這裡 一路坐上去過 到這個上影線的最高點 他當時壓下來的時候在壓價 上去又停下來 所以現在最麻煩的 就是像這個Chimp GPT啊 Chimp GPT 現在已經進入第二代了 他現在第二代還說要跟這個企業收錢 那事實上來說的話 為什麼會有AI這一波的浪潮 是因為大家都來做Chimp GPT啊 那現在廣達在走的是這一段 只是他是走到這裡還是走到這裡還是走到這裡 這沒有人知道啊 這樣懂那個意思嗎 各位看827的巨友 當時呢我們從最早的時候跟各位講 50塊錢會漲到235塊 也漲了四五倍 算這個好了算這個80塊 80塊漲到235塊漲三倍多 也沒有人知道說三倍多 到底是在哪一個位置會停下來 因為後面沒看到嘛 哎呀這樣太高量太高 所以時間到自然會告訴你 但是也可以跟你講一件事 就算有拉回它會形成一個形狀 但是最起碼不要去追高啦 而且是散戶在買對吧 那麼這個銅像來講的話 它會有點邊拉邊出的現象 這多多少少還是要跟各位說啦 雖然基本上我覺得危險性不是很大 因為我相信買華碩的賞戶大概不會有太多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一開始先漲偽創再漲廣達 再漲華碩再回到偽創廣達的時候 中間這裡不見了 中間這裡不見了 所以有些股票可能你要稍微小心一下下 它可能這次套了之後呢 假如華碩之後沒有更大的老闆講話 那事情可能就比較麻煩一點點好不好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還是回到這裡來 那麼這一段時間我認為是個調整期 調整期就是說 大家自盡量去找一個跟AI有關的 來有沒有舉手也算 跟蘇之鋒見面吃飯也算 這怎麼會算 我真的有的時候會講說這怎麼可能算 跟蘇之鋒見面吃飯也算 不對啊你是顧客耶 宏基跟華碩是買超微的晶片出來做成電腦 出來做成電腦之後賣給你耶 如果你跟我都還沒有買宏基華碩的電腦 那表示宏基跟核碩 宏基跟核碩的電腦 你跟我都還沒買宏基跟核碩 甚至包含華碩的電腦的話 那表示他們三個是沒有賺錢的 當然華碩現在有賣伺服器出去是有賺錢 那純粹宏基跟核碩沒有賺錢 如果我的手機裡面已經有AI了 如果我的電腦裡面有AI的 宏基才會賺錢 人保才會賺錢 對不對 所以他們沒有賺錢的情況之下 今天就說它是AI概念股 我覺得這個講起來有點誇張 那所以AI概念股一定在哪裡 一定在上游的製造 所以廣運說你看喔 我現在可以幫我的客戶做這個 所謂水冷式的 這個說真的一件事 因為大家沒有想到 然後大家又覺得這個市場很大 現在他可以做啊 他也是屬於AI概念股啊 他之前跟廣運一樣的價錢耶 所以做股票就要像我這樣做 禮拜六禮拜天是要做這個事情 禮拜六禮拜天不是在拍手 放煙火明天早上 華碩開掌林 開掌林隊你有什麼幫忙 你又沒買 你要想辦法像這樣佈局 你看去年算2.63元 比他還多啊 他還是伺服器的供應鏈 他還是伺服器的供應鏈 結果股價竟然沒漲 所以我說有的時候 台灣股市真的很奇怪 這明明就是 還是台積電的供應鏈 歡迎各位 想要知道這檔股票的 跟我們來做一個聯繫 掌林掌林掌掌林 指揮官等於電話 本部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黃靖哲老師聲明書 近來網路詐騙猖獗 利用黃靖哲銷向發送LINE訊息 提供不時的股票分析意見 或推介建議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請撥打 運答投顧公司電話 02-2781-0909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RSI九大要領 急迫指標盲點 太弱寬強 讓您改變散婚的命運 運答投顧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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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心照顧 歡迎收看小明星